1833年3月 美国人搞了支骑兵团 驻守在美墨边境 三年后 部队定名为 美国第一龙骑兵团 龙骑兵 那时还属于步兵兵种 拿着短管大口径火枪 带着冷兵器 能骑马对砍 也能下马开枪 常负责警戒 抢要塞等任务 不参与骑兵冲锋 1861年3月 1991年 这支部队改为 美国第一骑兵团 先后参加过 布尔伦战役 安提塔姆战役 格底斯堡战役 莽员战役 阿波马托克斯战役 1921年9月 部队在德州布利斯堡 又换了全新装备 改名为第一骑兵师 还是负责边境巡逻 二战爆发后的1943年 第一骑兵师 先在欧大利亚摸爬滚打 训练了半年 1944年2月底 开服战场 主要在太平洋地区 跟日军交战 先完成了 阿德默勒尔地群岛的 两栖登陆战 后在攻克莱特岛 旅宋岛 马尼拉战役中 表现突出 是陆军部队里 奠定胜利的先锋部队 几乎功无不可 由于战功赫赫 从没有吃过败仗 第一骑兵师 成为美军王牌 号称160年 没有败绩 这个不败战绩 一直维持到 1950年11月 遇到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39军 然后 有了 二战结束后 美国意识到和苏联 无法共存 1946年 乔治·凯南 发表了那封著名的电报 分析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的矛盾 建议遏制苏联 第二年 凯南被提拔去国务院工作 后一手推动CIA的建立 和马歇尔计划 成为美国遏制战略 祖师爷 明确要对苏联 进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 从此 美苏双方互为四敌 美国在二战后 出兵朝鲜和越南 都是意图遏制苏联的扩张 二战后 朝鲜半岛 分割成南北两半 金日成一直想统一半岛 斯大林原先不同意 不想跟美国直接干起来 但在1950年1月26日 中国向苏方提交了收回 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 要求两年内收回在东北的全部主权 三十日 斯大林就给朝鲜发电报 同意金日成拿下朝鲜半岛 斯大林为人谨慎 这么做肯定是做出深思熟虑的 如果金日成打赢了 他能在半岛 替苏联找到新的出海口 如果金日成打输了 驻军押入江畔 苏联就有机会把军队驻扎在中国东北 继续控制旅顺大连 为了避免东北陷入被美苏争夺的命运 也为了保卫中国的革命果实 不让战火再次烧到自己的家园 同时为了社会主义联盟 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 日本殖民朝鲜时 将工业都放在矿产集中的北部 南部则定位为农业区 因此6月25日 金日成攻向南方时 就是以工业区打农业区 双方实力悬殊 北朝鲜拥有的大炮飞机数量远超南朝鲜 军队数量也是南朝鲜的两倍 差一点拿下半岛全境 但9月15日 美军从仁川登陆 势如破竹 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反推 10月19日就攻占了平壤 在南朝鲜开战的第三天 美军就派军舰封锁了台湾海峡 10月8日 金日成紧急向我方求援 中国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抗美援朝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12个师 赴朝参战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 正式打响 据刘振华上将回忆 抗美援朝的第一仗 发生在10月25日 他当时28岁 在第40军118师任政治部主任 部队19日晚 跨过鸭绿江大桥 为了防止空袭 咒服夜行 无线电都停了 24日晚 得知要和一支敌军遭遇 第二天凌晨4点前 到达温景阵地 上午10点 收到团长楚传宇电话 南朝鲜军第62团三营 和一个炮兵中队 进入埋伏圈 市长邓岳下令攻击 30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 被切成三段 一个营和炮兵中队 两个多小时 全部被消灭 此后 10月25日 便被定为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纪念日 南朝鲜军的战斗力 简直不堪一击 韩军里吹上天的白虎团 号称南朝鲜第一荣誉师 金城战役中 被志愿军68军203师 一个渗透迂回 两天几乎全检 12名志愿军战士 穿着韩军的服装 假装美军顾问 轻易就摸到了他们 二青洞指挥所 12人包围100多人 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还把他们的虎头旗给搅了 这面旗子 现在还收藏在 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 南朝鲜军队 都没什么存在感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的眼里 只有当时世界最强的 美军 此时志愿军 38 39 40 42军 隐蔽入朝 后面加上其他部队 到11月初时 共有约30万人 联合国军 则有地面部队23万人 看起来人数差不多 实际上双方在装备上 简直不在一个时代 在开始讲述 和美军正面交锋前 必须先理清楚 双方巨大的实力差距 才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 创造了多么伟大的战绩 美军每个步兵师 都配备355多门炮 其中重炮71门 榴弹炮4门 排击炮22门 高射炮 火箭筒等另算 我军一个师 只有12门山炮 美军一个师 有电台1600部 我军一个军 才有数十部电台 美军一个军 有几千辆汽车 我们一个军 只有45辆左右 美军另有1200架飞机 主要是F80 F84 F86A 飞行员都有 1000小时以上飞行经验 300多艘舰艇 包括航母 巡洋舰 战列舰 驱逐舰等 1000多辆坦克 330辆装甲车 志愿军 前后总共不足300架飞机 主要是米格15 我们的飞行员 很少有100小时的飞行训练 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 不到美军一个失火炮装备的一半 他们的火炮口径大射程远 弹药充足 而志愿军的火炮 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从日军国民党军手里头缴获过来的 口径小射程近 而且我们的军工厂 还在建设阶段弹药匮乏 美门火炮只能下放20个炮弹名额 极寒天气下 排击炮打出去的炮弹 三分之二还成了哑弹 美军步兵的枪支 大多是自动或半自动 主力是M1加兰德半自动步枪 M1 M2 M3卡宾枪 M3冲锋枪 早期志愿军则主要还是 中正式步枪 三八式步枪 汤姆逊冲锋枪 春田式步枪等 后期才闹到苏联淘汰下来的 墨辛纳干步枪 波波沙冲锋枪 DP轻机枪 郭琉诺夫SJ43重机枪等 后勤方面 美军配发有羊毛衣裤 戴帽防寒服 防雨登山服 鸭绒睡袋 Y1是特殊的防寒防雨面料 靴子是多层毛沾垫 志愿军早期极缺防寒衣物 第九兵团每个班十多人 只有一两床棉被 晚上十几个挤在一起取暖 入巢第一天就冻伤800人 二氏军总结冻伤检员的原因时 说除棉衣发起外 棉帽棉鞋等都未得到补充 11月上旬 二氏军才领起了棉胶鞋 布棉帽 吃的方面 差距就更大了 美军吃的是随身携带 不经加热就可以食用的野餐 花样翻新几十种 另有巧克力 口香糖 香烟等 甚至可以在感恩节吃上火鸡 而志愿军战士 只能吃到炒面 土豆 最常食用的炒面 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面条 而是用七成小麦 三成大豆或高粱 或玉米磨碎 炒熟 放一点食盐的干粉糊糊 吃起来十分干涩 所以常听到一把炒面 一把血的吃法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 光吃土豆和炒面 容易得肠盐 立即 按志愿军老兵回忆 当时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 土豆还得用夜窝暖化之后 一层层的啃 冻过的土豆又苦又硬 大家都不爱吃 就是这种食物 也是吃了上炖没下炖 大家更喜欢吃炒面 但吃炒面必须救水 要不又噎又呛 根本没法下咽 可能有人会问 自己没吃的 没穿的 没武器 搅获敌人的行不行 非常非常难 当初跟国民党军队交战 我军缴获了大量物资 所以常称蒋校长是运输大队队长 但跟美军交战时情况完全不同 在第二次战役里 我们曾一次性缴获数千辆汽车 和大批装备物资 结果美国在几小时内出动大量飞机 将车辆全部炸毁 没有制空权 是志愿军在朝鲜困境的最大根源 使我们在朝鲜的作战极为被动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 志愿军全军总共仅一千辆车 就被美军空袭炸毁了600多辆 志愿军缺一少量 主要是物资运不过去的原因 看到士兵们在前线吃苦 我们也很想运接弹过去 但每次都被美军给炸毁了 也因为没有制空权 造成我们只能白天隐蔽 晚上前行进攻的特殊打法 打得美国军队一辈子心理阴影 迫使美军战争结束后 加强了夜市仪和运动战的研究 按当时国立算 差距完全不对等 美国一年国防开支150亿美元 中国7亿美元 美国一年产8785万吨钢 中国60万吨 美国拥有3.1万架军用飞机 中国仅60架 后有增加 美国原油产量2.6亿吨 中国20万吨 美国年发电3880亿度 中国45亿度 美国年产汽车600万辆 中国零辆 别说汽车 当时自行车都造不出来 当时志愿军面对世界第一的美军 是全方位落后的 无论装备后勤 制空权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就是一个农业国的基础 去打一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 差距大到令人窒息 简直像一个17岁的瘦弱少年 手里只有一把匕首 却要面对一个200公斤全身盔甲 手拿大兜的壮汉 看起来一丁点胜算都没有 但是我们与美军的第一战 以弱敌强 就打得号称160年不败的美军第一骑兵师 爆头鼠窜 在118师痛揍南朝鲜军队后 当夜和120师乘胜攻占温景 10月28日 东边的38军 113师 338团与337团 在西川与敌军发生交火 29日进攻西川 发现敌军主力 因为听到温景惨败 以望风而逃 连指挥机关的电话线都没来得及撤走 29日当晚 志愿军39军 也在云山以北三面包围了南朝鲜第一师 美军第八集团军沃克中将 急命第一起兵师从平壤来换访 要求驻守云山 防止我军拿下云山后向西 将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 批成两半 彭老总也看中了云山的战略位置 要求39军必须拿下云山 39军是我军近旅 前身是红25军 曾参加过平行关大捷 也是四野精锐 解放战争期间 曾从东北达到西南 战斗经验丰富 也是我军王牌 10月31日晚 美第一起兵师 与我39军在云山遭遇 王牌对王牌的战斗打响 但交战初期 我军以为在打南朝鲜第一师 美军则根据南朝鲜第一师师长白善业的判断 知道会遇上中国军队 但他们根本没把志愿军放在眼里 毕竟他们常跟国民党打交道 以为国民党军队的实力 就是中国军队的实力 下午5点 南朝鲜三个团 跟美军第一起兵师 第八起兵团 三个营换房 我军误以为敌军要逃跑 发起了总攻 云山战役打响 南朝鲜军人 见到志愿军冲过来 跟放羊一样 一一轰而散 把美军第八起兵团一营 扔在了前线 看得美国人目瞪口呆 王福智的三四三团 切断了龙兴洞 通往云山的公路 美军大惊 急调骑兵舞团来夺军人桥 结果被我军打得溃逃 第八起兵团急忙要逃 志愿军全线出击 几个小时内 将美军云山外围阵地冲散 这时志愿军才发现 打的是美军王牌第一起兵师 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 兴奋地喊 王牌 老子打的就是王牌 士兵们也兴奋地嗷嗷叫 老子是王牌的爹 专刻狗日的王牌 就在云山城外交火激烈时 志愿军三四六团四连 接受穿插进云山城 连长王振斌 带着三个牌 沿着河床往云山赶 在公路上 遇到美军第八起兵团第三营 美军误以为他们是南朝险军 还跟他们握手 四连将计就计进入城内 在美军营部突然吹起军号 向营部胡乱开火 扔手榴弹炸药包 将三营营长奥蒙德打死 三十九军趁机冲进云山城 展开近战 美军优势火力无法发挥 第八起兵团团长帕尔玛 只能命令突围 但是南朝鲜人给美军挖了个天坑 他们逃命逃得太快 使美军后撤时两翼失去了保护 美军马买皮 美军按第二营 第一营 第三营的顺序撤退 三营跑在最后面 被我军核围 美军最优秀的王牌军素质还是不错的 第三营遂坚守环形阵地等待救援 美第一骑兵师第五团想来营救 几次都被击退 之后 三十九军连续发起了两次夜间攻势 到十一月三日晚间 除个别美军突围 其余全部投降 第三营被歼灭 最后连番号都被取消 此次战役 共歼灭美军一千八百人 击毁缴缴坦克二十八辆 火炮一百九十门 飞机四架 汽车一百七十辆 全歼美军王牌师一个营 安利被编入日本陆上自卫队 作战理论入门 战果深深震撼到了美国人 一直到2005年 史上最傲慢的美国国防部长 拉姆斯菲尔德 跟着小布什访华 还点名要参观第三十九集团军 难以忘怀当年之耻 在这之前 美国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但他们真遇到志愿军时 见到的是一群 拿着老旧二战武器的士兵 极其有纪律 漫山遍野地完成穿插包围 前赴后继的冲锋 忍尽耐寒地在黑夜里 靠着双脚机型 利用夜幕靠近阵地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 准确地插入防线薄弱地带 有时全然不顾伤亡不断地冲来 而全部行动只由军号 哨音和罗声指挥 美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 我们的战士 会抱着炸药包挑到坦克上 或者直接拉响手榴弹 他们被志愿军舍生忘死的精神 惊骇地忘记了开枪 眼睁睁看着坦克被炸毁 这是一群不为死的人 这是一群为了国家 愿意舍生的人 如果只谈装备 志愿军39军 在美骑兵第一师面前 简直不在一个时代 但美国的王牌是第一仗 极被击溃 因为美军只拥有 钢铁铸成的先进武器 而中国军人 拥有的是钢铁般的意志 就在39军发起云山之战时 11月1日晚 40军向宁边突击 在上九洞 古城洞 末石洞 遭遇南朝鲜第一师主力 第66军进至归城 第50军夜渡安东 而38军占领了球场 院里地区 南朝鲜军发挥了他们一贯优良作风 看到志愿军掉头就跑 一路夺命狂奔追都追不上 志愿军攻势太猛 联合国军深感不安 11月3日起 西线撤退至青川江以南 东线退至黄草岭一线 麦克阿瑟扬言 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失败了 可惜 我们没有强大的机械化部队 进行追击 11月4日 彭总致电毛泽东 提出部队休整 第一次战役 就此结束 第一次战役 美国吃了些亏 但总体上损失不大 麦克阿瑟这边 准备发起最后的攻势 11月9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 联合国军对朝鲜北部 进行了两周的轰炸 将鸦禄江上的桥梁 青川江以北的城镇 铁路 桥梁 全部炸成一片废墟 切断中国军队的人员物资补给 另调来联合国军其他部队 一共在前线凑齐了五个军 共13个师 三个旅 加一个空降团 共计22万人 还有1200架飞机 900辆坦克 彭总则要求 各部队故意后退 将破旧枪械丢弃示弱 准备诱敌深入 各个击破 我军此时 在朝鲜共有9个军 30个师 38万人 计划在西线 集中6个军 诱敌至大管洞 温景 妙香山 平南镇一险见灭 在东线 由第九兵团 三个军镇守 诱敌至旧经理 长津一线歼灭 11月6日 联合国军对志愿军试探进攻 志愿军故意放弃前线阵地 联合国军被揍过一次不敢大意 小心谨慎地前进 志愿军嫌他们推进太慢 放弃阻击直接被撤 联合国军以为志愿军真的窃战 加快行进速度 到21日 西线到达嘉山宁远一线 东线到达长津湖地区 而我军主力 也在两线集结完毕 25日 志愿军计划发起 第二次战役 闻名天下的长津湖之战 就发生在这里